有人说未拥有个Alpha不算是真正的车迷 You must at some point have owned an Alfa Romeo 亦有人说Alpha整多个渣 It's broken down again, it hates me It doesn't hate you, it's just an Alfa 如果真的这样,我买这辆车的决定是否错呢 我拥有了这辆Julietta QV 未够一年已经经历过死车 Call breakdown,不断出入车房 正常人应该已经心死了 今集我会讲一下这辆车我最喜欢的三样东西 我最不喜欢的三样东西 以及回应大家的问题 英国拖车收多少钱? 弄车钱贵而买车钱未? 你们都是想去看这些 大家记得看到最后 这次我会详细讲究竟上次坏车坏了什么 最后弄了什么,而且花了多少钱 讲坏事前先赞他 为什么这辆车我们这么宽心 以下就是三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当然就是它的外形 我问你究竟有多少架车 你不需要看车章 都知道它是什么牌子 什么车款 它的三角形鬼面罩 一开始是出现6C2500 车牌放在旁边的设计 是真的好名字 有人就觉得好奇怪好样衰 而我就觉得好有型好独一无二 好喜欢后门的这个门抽 因为它做了一个隐藏式的设计 将一部五门的hatchback 做到好像一架coupe 问题就是很多人第一次上车都不知道怎么开门 还有就是这个尾灯 晚上在街上一定认得出 第二个原因就是去郊游放狗 会比以前MX5更方便 以前带狗出街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找人坐座架抱紧它 想都想都有多逼 换了这个车之后 世界美妙了很多 我在Amazon 随便买了狗箭去保护后座 不怕泥沙弄骯髒 也不怕走会挂一张椅子 或者过门板 但是泥尿的话 应该都是会偷的 它有专属的安全带 就可以我有我专心开车 它有它玩玩具看风景 第三点要说的 当然就是开车 不过就不是说駕駛感 而是说它的舒适性 先说坐姿 以前的MX5 即使加了坐墊 都总是怎么坐都不舒服 但是这一架就完全相反 一坐上去就知道是正常的坐姿 老实说 你说这个Class最sporty 最刺激是不是它呢 就一定不是 但对于我来说 它做日用车是一流的 因为你想舒舒服服 慢慢駕駛 高级的它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想偶尔飞一下 想快点爆一下 它也挺称职的 过一些比如英国很多的泵 住宅区的很窄的路 又或者是郊区的烂地墙 这辆车是完全没问题的 完全不需要怕挂底 说空间呢 以前是可以扮托海托头的 因为太大 和门边之间距离太近了 但是这一架呢 都可以的 但是两边的空间就会多了 还有当然就是多了个后座摆东西 车尾箱也空间多了很多 说完空间呢 说一下噪音 之前在First Drive的影片 我也有提过的 一坐上这架车 是真的很有欧洲高级家庭车的感觉 如以前的MX5 那些噪音会四方八面传入来 但是这一架呢 很明显你觉得它的隔音是做得 处理得是好很多的 特别是如果走高速公路的话 那分别就会更加明显 我现在走高速公路了 是不是一样很静呢 那些风声啊 路噪啊 这一架明显是现在高级很多的 但是为什么我没有提駕駛感呢 因为这个是属于我不满意的地方 首先说到Handling 和好不好玩的话 它是怎么都不及MX5和Mini的 我觉得 Alpha首先就有它的DNA 三个不同的模式 那N Mode呢 就是我大部分时间都会用的模式 譬如现在那样 好处就是舒舒服服 很自然 完全不觉得是駕駛一辆200多匹的Hot Hatch 你纯粹是觉得就是一辆很普通 很舒服 很高级的家庭车 普通的Hatchback 当然不好处就是有门的反应会慢些 比较遲緩的起步 比如登位就不够其他车快了 但是呢 当你一转了去D Mode Dynamic之后呢 整个车呢 是三眼了很多的 整个性格你会觉得是完全不同的 好像你是叫醒了一辆车那样的 它是 即是会变回做一辆小钢炮 变回一辆它应该200多匹Hot Hatch 应该有的模样呢 就会给得回来的 我想最大的分别对于我来说 就是油门反应是快很多 这个车好像是重了 那你可能会说 车你全程D Mode就可以了 理论上是 但是现实上呢 我觉得D Mode是比较适合 比如说高速公路要切线 突然需要加速的情况 或者是A Road 总之是比较少需要走停下的情况下 适用的 因为如果转了D Mode之后 它的一波起步呢 那里的力都挺涌下的 市区路面就不太适合 特别是如果你在停车场拍车 就用平时N Mode会比较好 接着呢 就是喉声 开头想着四叶草 怎么都有一些看头 但其实是很普通的 千万不要想着好像英国街头 那些改到MK的GTI 不满意还是不满意 但是我自己呢 对于这个结果是接受的 因为心里面 我当然是想这辆车sporty 一些啦 但其实是不切实际的 因为当你车那么厉害 那么爆的时候 自然就会牺牲一些东西 舒适性啊 即是车会变得很硬很抖 那样 那样是我未必想见到的嘛 第二样我觉得不满意的 就是前座的储物空间 那我已经算是 都叫做开惯小车的人 但是这辆车的前座空间 我觉得实在是太少了 最明显 譬如我买普通size的水 想放在波棍后面的杯架 放不下 然后放在门边的隙子 也是放不下的 看来如果我买飲品 一定要是买一杯咖啡 又或者是幼条的瓶装飲品 第三样我是有什么不满意呢 其实我就真的不太想到 要我肯定说的话 可能就是一些雜感的东西 譬如是这辆车的造工 譬如这些胶件 你会摸下去 觉得是有点便宜的 譬如这辆车的设备 未算是最满意的 例如它是没有蓝牙听歌 没有后拍sensor 还有后拍镜头 其实这些真的不是必须的 都是一些我不会说它是死症 但有就开心点的东西 唯一我想到真的要弹的设计 可能就是这个波棍后面的位置 因为如果这个headrest在这里 当然就开车舒服点 但在这里的话 其实我是完全触不到我的手掣 拉松手掣我是超级的 Q&A的时间 我又所谓把大家的问题分一旅 那回答的时候就可以简单些 第一条 你的狗仔喜欢新车 还是狗车多些 你的猫喜不喜欢 我会觉得那只狗 应该就喜欢新车多些的 现在它可以坐在后座 自由 当然也有安全带 但是它会很舒服 喜欢睡就睡 玩玩具也可以自由一点 至于猫呢 猫不出街 是不是玩玩具 应该就没有了 其实我从来都不是一些 喜欢改车的人 加上改装 有机会在这边会影响保险 买车又烦 所以就算我想安装安装 那些 我的车没有屏幕 但我连车机都不想改 想问一下保费多少 上年的话 我是比较接近800磅 我下个月就要续保险 我现在看暂时最便宜是600多磅 再补充一下 我这辆车的级别 就是属于31这个群 以前的MX5 是属于26 保价便宜过现在这一辆一半 何时换回JDM 都是那句 其实我从来都不是JDM车迷 就是不会是很喜欢Honda 或者EVO Sobar佬的迷 我个人很现实 哪一辆车满足我的要求 价钱抵挽 我就选择了 最关键就是现在这个问题 好难读出来 买回来之后做过什么 想知道一般说它的磋器东西 是不是真的呢 想知道坏了多少次 英国拖车收多少钱 整车钱贵过买车钱未 我可以回答你 整车多还是开车多 开车 拖过多少次 买回来之后总共做过多少钱 有没有跟拖车佬熟了 没有 哪间车房做可以避开 不如我把坏车经历15-10 说回来 可能有些长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我买这辆车回来的时候 就是一月尾二月头 一开始开都相关无事 因为纪录良好 我一买回来做了基本服务 没有车的东西 有时就是这么扯的 我记得天气是冷的 早上穿车 有时要花点时间 就像有些懒卡车 我当时就没有特别回忆 亦都是一些常见的 当然旧电的状况都要留意 4月8号 那我就从西伦敦去东伦敦路玩 都过几钟 挺累的 我放下了一辆车 然后就unload 我以为可以把车停车厂 充个热水凉 慢慢休息 我无论怎样撞 都是撞不着一辆车的 撞了两次三次四次 撞到连迫都变得很坏 我是买了AA的BREAK DOWN COVER 终于有机会用了 是不是抵抗一下 那便过来救车 不知为什么 他一撞就撞得着 他的结论就是 我这条线松了 我已经和你扭固了 你不用再车房搞的了 你搞都浪费 没什么 你一撞得着就行走就可以了 当时想起来 去到4月13日 即是几天之后 华说我就要开车去做事 那辆车又撞不回了 不要忘记我公司是做车的 他们和我拍电 扭固一些东西 那辆车又开得回了 没理由真的电视松这么简单吧 我就没办法之下 你知道英国有两间车房很出名的 一间K字头一间H字头 通常本地人就会说那些人 乱那么弄的 但我也不理了 如果是track 电 换电 这些不是什么很难做的东西 而价钱我相信也不会相差太远 所以找了最近的一间K字头 电的健康情况是相当低的 立刻决定换电 有些东西坏起来就坏了 但不知为什么 我的心里还是有点不安 在我换电后 我已经有个心理阴影 停车后会不会穿不回这种感觉 那我去到油站 一间在公路旁边 非常繁忙的油站 是穿不回车的 其实穿不到车来来去 都是那几样东西 通常有电问题 电换了 其他打烂摩 幸好找到人帮忙 他就有个 jump starter 他发觉电是没问题的 我都真的很感激 这位英国人 滑落雨 他帮我推车 我就推在那边 这次已经是第二次跪下 还要在油站 当然唯有又叫AA 他们就帮我用推车的方法 去拆着车 他们都是说一样东西 应该都是那两个问题 因为我已经换了电 很好啊 他互送我回家附近 又是要找K字头那间公司去 立即查一下 因为那时已经很多车房都关掉了 而K字头那间车 换回的结果 应该是仕撇坏了 但我们没有件 其实我觉得他们比较多些 我拿车的时候 鞋子是穿得没问题 我就决定鞋回去 立即打电话 去找附近的一间 ALFA Specialist 做 检测 今天参参到一间 ALFA Specialist 买几个东西 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 能不能穿射车呢 不能穿射车 那就麻烦 不如试一下 挑戴上车吧 他自从上次搞不usch起来 是穿引火灯的 应该跟电流含有关 这下真的放下心度大直 穿到車 我慢慢駕駛 我都不用擔心是不是拖那輛車去 成功 無村無難 就到了 看到周圍都在拍一些Alpha 但我又不敢關車 我怕待會穿不回來 塞住了一條路 看了一個時撻 看了一個打瀏幕 是沒有問題的 很好笑的 她跟我說 那東西有點鬆了 我幫你扭緊了 跟那個電子的連接位 我當時就 嗯...就是這樣 我就回去 四天之後 回去吃東西 走的時候 冷冰冰的 又是穿不到車 一定是出了一些問題 才會同一個情況不停地發生 而且不是凍車的時候穿不到車 而是那天駕駛過 停過 就是暖車 想再穿的時候就穿不到 所以回去 我就馬上做搜尋 同時亦都打電話去車房再預約 我上網得罪的結果就是 咦 會不會是Ground Strap有問題 原來很多舊車 特別是舊的Julietta 有同一個情況發生 都是因為這個問題的 解說 究竟Ground Strap是甚麼呢 在車裡面呢 它是一個很簡單 但非常之重要的安全設備 通常呢 它就是有一個引擎 連著電的腹肌 又或者是底盤 簡單來說呢 就算電子系統有甚麼事都好 它都可以保障你整個電路系統的安全 你的人不會觸電 甚至不會發生火災 而攤不到車呢 亦都是Ground Strap出現問題的其中一種症狀 但相反 車穿不到呢 亦都可以因為很多很多不同的原因 來個東張西網式的轉場 說到安全呢 除了汽車安全之外 網絡的安全也十分重要 今次又要多謝今集的廣告商 Surfshark 無論在商場 咖啡還是酒店 用公家的WiFi都有隱憂 怕有網絡的私隱問題 用VPN可以加密連線 令到客客無法獲取你的內容 提升網絡安全 很多網上的電視也有地區的限制 例如我想看美加或者澳洲的電視 簡單連接VPN 轉換IP就可以看得回 轉換地區 即是翻牆 你可以在一些網絡有封鎖的地方 看到YouTube和Facebook Surfshark他們支援不同的平台 亦都沒有限制連接裝置的數量 由即日起去到11月18日 他們做了一個雙11的優惠 現在只要用這個優惠碼 就可以享有特別的折扣優惠 如果你升級去Surfshark One的套裝 還可以額外送多5個月的免費使用期限 有興趣 記得在下面資訊欄到 看看 是可以的 可能真的有這個Warmstadt的問題 去到車房 他跟我檢查了 原來真的是Earthstrap的問題 其實整件事就是這樣 其實整車那裡真的不是很多錢 港幣你當作幾百元 因為這不是很貴的東西 人工也不多 但這次我可以總結幾件事 第一 我不知道是不是英國的車房 這間車房 還是全世界的車房都是這樣 我感覺上他們有一點是治標不治本 他們看到有一個病徵 就嘗試跟你解決病徵 你說是否真的找得出那件事的根源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車是比較難去做的 第二件事就是我覺得做Research很重要 就像我這個情況一樣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應該要熟悉所有的Alpha 我上網一搜尋就會知道 原來有這樣的徵狀 在這輛車身上都很大機會是因為壞這件事 最好就是自己有地方自己懂得做 最重要是學懂一些自己都可以做的簡單 譬如剛才說 他不穿駕駛 你至少要懂得怎樣用Jump Starter 至少開棍波的 你要懂得怎樣在別人的幫助下 所以說推動的車可以穿回去走 嘩這部Q&A很長 大約就回答了大家的問題 很多人問我究竟還會不會換車 或者會不會想要第二輛車 第二輛車都沒有需要 但是你說換車呢 我就不希望短期之一換 因為這輛車一定不是完美的了 但是這輛車真的滿足了我大部分需要的 我希望這輛車繼續可以長駕駛 希望不要那麼多東西壞 換的都是一些消耗品正常的保養 真的很難得找多一輛車 你會拍在停車場之後 你偶爾還會想去拍照 你會覺得這輛車 從不同的角度去看 它真的很漂亮 很想再看一看 去欣賞它 如果大家都曾經遇過這些車 擁有過這些車 你是喜歡跟它拍照的 在下面跟大家一起分享 今集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